使用在医学上的,这个观念先釐清 其实人类早就发现其他的抗生素 但是没有用在医学上 因为那些抗生素毒素毒性很高 你如果使用了,你会先被它毒死 细菌还没杀光,你就在那边毒死了 所以这些抗生素必须要有个前提 首先对人体无害 才能做后续的医疗应用 气酶素就是好例子 不然之前的抗生素对人的影响太大了 那气酶素的作用机制为何呢 它会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形成 一旦细菌细胞壁不能长新的 细菌就不能生长,也就不能分裂了 那如果你这些细菌,像肺炎的细菌 脑微的细菌,梅毒,螺旋体,凌冰,双球菌 这些细菌它的细胞壁就容易被抗生素作用 而无法生长,就会造成治疗 但是像被结合的细菌就没有疗效 这代表不是所有的抗生素都可以应付所有的细菌 每种细菌的性质还是不同的 像青梅素主要是抑制细胞壁的生长 可以治疗以下这些细菌性感染 但是肺结合也是细菌感染 用青梅素是没有用的 好,那必须用其他种类的抗生素来做 后来科学家在土壤中的一群细菌叫放线菌 找到一种细菌叫做裂酶菌 这边提醒大家 裂酶菌虽然它的后面两个字是酶菌 但它其实不是酶菌,它是细菌 裂酶菌是原核生物,它是细菌 那青梅菌是真菌 所以这两个菌名字很像 都是梅菌结尾,但是完全不同 青梅菌是真菌,它是真核生物 它是酶菌,属于真菌 而裂酶菌是细菌,它是原核生物 两个差很多 所以青梅菌分泌青梅素 青梅菌是真菌,是属于真核生物 裂酶菌是细菌,它分泌裂酶菌 而它是原核生物的 除了分泌裂酶菌,因为裂酶菌分泌裂酶菌很合理 它还分泌另外一种抗生素 叫做四环酶菌 这个大家已经常听到 因为如果你在使用抗生素 你可以看你的抗生素的名字 TETRI开头的Tetra Cycling什么鬼呢 就是四环酶菌 Tetra是四,Cycling是缓起来的 裂酶菌是SDR开头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甚至上网都会查到 后来发现裂酶菌分泌的裂酶菌素 或四环菌素 可以用来治疗肺结核 可是效果没有很好 所以后来陆续发现新的抗生素 来应用肺结核的治疗 到目前为止 应用在医疗上常见的已经200多种 还有很多还是那种比较新兴的 最近才发展出来的 以上都是抗生素 那抗生素这么多种 它到底是如何造成细菌的死亡 或抑制细菌生长 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了 抑制细菌的生成 就是青梅菌 青梅素 好我们去几个重要的机制 有些抗生素抑制细菌的大分子合成 例如蛋白质合成不了 没办法转移 或是核酸没办法复制 你做不出DNA做不出RNA 这叫细胞内物质无法合成 那细菌就不能生长 第二个是抑制细胞结构的合成 你的细胞皮不能长 你的细胞膜不能长 例如青梅素 就是让细胞皮不能长的 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比较积极一点 我直接破坏你的构造 我破坏你的细胞膜 你就会死掉 所以第三个会直接杀死细菌 所以抗生素可以通过 抑制细菌物质合成 抑制细菌构造合成 或是破坏细菌的构造 来达到杀死你 或抑制你生长的疗效 以上是抗生素的作用机制们 好就以青梅素为例 青梅素是属于这个 抑制细胞皮生成 而其他的抗生素各有各的作用机制 好 以上是抗生素的作用机制